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风起洛阳,人物关系图,全阵容巨照 直观体现人物身份性格 风乍起入神都天气情 群英贤疾,同风起,向洛阳 风起洛阳的人物关系图,全阵容巨照 隐藏了好多信息 集中展现人设,直观体现人物身份性格 全集术,最直观可以看出代表了神都的权力等级 从右到左,从上到下,越靠近术的主干 越掌控核心政权,人物之间的树枝越近 关系越亲近 武则天在术顶端,食物链最顶端的女皇陛下 他之下延伸出去,有他的孙辈,礼堂后代的李氏小王爷 然后武家的代表人物,是这个武幽爵和武幽爵的妹妹武思月 但武思月身旁有朵红色牡丹花 他又是内卫的一个首领级人物 所以,他的实权其实应该更大于李家小王爷 这些人之后才是名门望族出身的河东柳氏 柳氏包括柳香和柳然 门阀士族,地位超然 再然后,才是百里家,百里炎作为东部尚书 正三嫔百里红义也是氏族观幻子弟 再加上身份地位都成迷的百里大郎 再再然后,是不良人副始的高炳竹和他的跟班白浪 不良人在唐朝应该属于利而非官 古代的官吏虽然经常放一起说 但地位可高低不同 神级数末端,是姚娘 姚娘估计是乐方、歌姬之类的身份 那肯定是食物链最底层了 树叶的颜色 很明显 黄色是枯黄 象征生命的垂败或者结束 绿色生机盎然 这些人物应该是安全无虞的 女性角色的旁边都有花 武则天圣人是金色牡丹 尊贵 武思月是大红牡丹 性格浓烈 都是牡丹 说明两者的皇室身份 柳然我看了看 应该是粉色韶药 寓意男女情义 真诚不变 真的很喜欢百里红艺吼 百里红艺和柳然直接写了夫妻 高炳竹和武思月之间的花 是病地的两朵花 说明两者是一对 但是是恋人不是夫妻 姚娘是彼岸花 彼岸花是剑花不剑叶 寓意死亡 是一个致命的人物 色调 服装和妆发 高炳竹不良人 黄轩是眼 剑冠事态炎良 身成灰色 白里红艺 王毅博饰眼 像一张白纸 单纯儒雅 官宦之子 蓝白色调 映衬二人背景 朝堂群像 皇室莫测心机 臣子有的忠君爱国 有点坚定算计 各怀鬼胎 而公主天真烂骂 女子 女官色爽 管家小姐柔美温险 江湖女儿复杂妩媚 舞姬妖娆 公主富贵 仆人娇憨 人物姓名的颜色 相同颜色是一个阵营 或者亲属关系 风起洛阳 真讲究啊 高智商烧脑悬疑 就是不一样 一个古都的传奇 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的绽放 超出品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